农历春节名声需求量大增 农委会公布春节期间农鱼蓄产供应量能 整体供应量充分无余 但价格来说除了鱼产品和花卉价格下降外 包括蔬菜、水果、蓄肉和鸡蛋价格都比去年来得高 鸡蛋价格更是从去年每公斤55.6元上涨到67.5元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跟去年一比 还有剩两个礼拜快过年的时候 我们的蔬菜全部我们盘点出来 我们供应两万三千公吨的数量绝对没问题 而且是比去年还更高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在上次的寒流碗之后 我们预计整个未来 即使17号或19号 寒流那时候已经是过年了 所以我们在气候的因素 我们现在掌控底下 这个两万三千公吨的供应量 绝对无语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高丽菜 节球排菜 花椰菜 大街菜 还有萝卜 都跟去年来比 其实供应量非常的充足 所以欢迎在过年的时候 来购买我们所有的这些的蔬菜 消费者也非常关心我们的价格 其实我们是用今天最新的北农的成交价格 跟去年的平均价格来比 那这个当然会有稍微波动 但是量只要过 这个价格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水果的部分 今年的供应也是比去年还多 那我想水果里面 各位大家知道过年会经常用的 就是我们的枣汁 这个数量几乎都比去年还增加更多 我想那除了水果以外 花卉今年是真的是量多 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总共今年节前 我们有180万的这一个 的这一个 把的这一个花卉的数量比去年还多 那不管银柳百合建南 各位可以看得出旁边的百事 都是供应的非常的充足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180万跟176万 跟去年比节前两个礼拜 我们有多少个国人 我们有2300多万 所以相对我们每个人的 花卉的消费支出 跟欧美比起来 其实还有很大 可以再成长的这一个空间 而且贵女会摆思下去的话 那真的是整个心情跟氛围都会更好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 购买我们台湾国产的花卉 家里拜拜一定要一定要买鱼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总供应数量 在节前 所有可以超过将近快 5000公吨的供应数量 这个不管是白商 我们的金昌 我们的白虾石斑鱼金木乳 都会比去年 大概供应的数量 不会相差太多 而且价格 今年的水产品价格比往年来讲 那更亲民了 其实外界媒体最关心的可能就是鸡蛋 你看在节前两个礼拜 总共有168万箱 一箱200颗 那所以供应总量又比去年还多 所以欢迎消费者 那这时候的鸡蛋 在年节前都不会有问题 而且只要任何需求多的 那虚目处跟中央续产会 就会来调度 我们所有的供应量一定要先充足 如果供应量不充足的话 那我想就会影响到所有的消费者 那农与民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刚刚的所有的 不管蔬菜水果花卉续产跟水产品 过年前量都非常的充足 那第二个价格会有波动 不外乎就是成本的因素 像续产品的价格 刚刚林董事长也讲 因为饲料成本上涨 那所导致的价格的波动 另外就是气候因素会影响 我们的农与续的这样的一个生产 那目前来讲 因为现在冬天 是我们蔬菜供应最充足的时刻 那后面的天气稳定的时候 我们的量就会大幅度的供应 另外过年三生会用的猪肉鸡肉 毛猪 土鸡 白肉鸡等虚肉价格 均比去年还高 而其中以土鸡涨幅最高 去年每公斤73.8元 今年来到83.3元 2011年到我们今年来讲 其实我们饲料大概成长了 这个成本增加了超过四成 不过那个价格各位看那个波动 我们到这个过年 应该从毛猪 我们鸡跟鸭 各种肉类的产品的供应来讲 其实都是在成本边缘 所以大家采购的时候 尽量采购国产品 因为进口的虽然是冷冻有保鲜 不过国产品的这个群绪的这些肉品 应该是最新鲜 而且鲜嫩多汁 请各位多多的采用 鱼产品部分去年每公斤130元 今年下跌至每公斤115.5元 各品项则是有涨有跌 石斑鱼从每公斤232.7元 下跌至191.3元 金仓则是从每公斤162.7元 上涨至191.8元 事实上我们整个国产的一个 优质的一个水产 在各鱼汇系统 我们也特别方便消费者 在过年的期间 他们需要的一个年节用语 像透过我们这个鱼汇 将消费者特别喜欢的 这些年节用语 像有象征吉祥异味的 这个时来玉转的石斑鱼 那五四骑舱的五花蜜 那我们的鱼鱼得水的鱼鱼 像我们的生意苍龙的 这个黄金舱等等 那鱼汇特别都把它 像这种吉祥 吉祥洗气的这些鱼种 特别也把它组成了 这个鲜鱼的这个礼盒 就是要让消费者 能够一次来构筑 我们年节 各方面的这个用语的一个需求 今年过年前这段期间 整个水产的一个供应情形 当然有少数几个品项 价格有波动 那因为月到过年 它的需求比较大 价格波动比较大 另外农委会年前也会推出 农鱼续产评价专区 预计本周就会公布 并扩大提供60元的幸福餐盒 与食材暖暖包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